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4月19日将他最近的中国之行的部分内容描述为非常令人震惊 并表示北京正在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 而不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贝尔伯克上周访问北京后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言论 他警告说中国控制台湾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方声称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进行民主治理 并且从未排除使用武力将该导致于控制之下 贝尔伯克还表示中国希望以牺牲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为代价来遵守自己的规则 中方反过来要求德国支持台湾的统一 并表示中德不是对手而是伙伴 贝尔伯克谈及他的中国之行时说 其中一些真的不仅仅是令人震惊 他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细节 尽管他是在说中国对内变得更加专制 和对外更具侵略性之后发表这份言论的 贝尔伯克说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合作 但不想重复过去的错误 例如通过贸易改变的概念 他说西方可以通过商业实现权威治权的政治转变 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脚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lmo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展 详情请咨询626-286-8700 小们小们的龙仔,给Silver 弓箱 ced 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